大家好,欢迎来到Mets学院,我是Steven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关于Inchart和Highchart的收取课程 那在上一讲里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Highchart的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的一个编写 那这一讲呢,我们接上一讲来讲一下 我们编写完了以后呢 Highchart的这个图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截了一个图 这个就是Highchart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图例 这是它的一个title 我们可以对照我们在上一节课里边跟大家讲的这个 Highchart Demo就是它的一个title 然后在这里边有subtitle,这是它的一个副标题 等我们讲到下一节课,具体的讲到这个标题这个属性的时候 跟大家具体的去介绍 然后这个是Hotting,这个同样也是后期会跟大家讲的 Legend,Legend就是这块 北京上海这两个,就是它对应的一个Legend Series,Series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列 数据列,就是它这个6.9,0.8 这是它的一个2T字,这上节课都跟大家讲过 还有这个Y轴,X轴,Y轴以及它的这个版权信息 基本上的一个组成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接下来再具体的往下看 第一个title,图表的标题 包含这个标题和副标题 包含title和这个subtitle 其中副标题是非必须的,就是这个southworldlimitclimate.com 这个是非必须的,但这个标题是必须的,必须得要有一个标题 这个A,X,I,S,这是标标轴 它包含X轴和Y轴 通常情况下呢,X轴显示在图表的底部 当然了,这是通常情况下 有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两个,有两个Y轴 两个Y轴,一个X轴 那Y轴呢,显示在图表的左侧 有的时候也可以显示在图表的右侧 还有可以同时在左右侧都会显示 这个多列数据啊,可以共同使用一个标标轴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为了对比区分 数据呢,Hydra提供了多轴的支持 这是它的一个标标轴 这个咱后续会跟大家具体的介绍 那个Series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列 这个是不用多说的 图表上一个或多个数据系列 比如曲线图中的一条曲线 柱状图中的一座柱形 比如说这个一条曲线 一条折线 这就是它的一个Series ToolT图 这就是数据提示框 当鼠标悬停在某点上时 以框的形式提示该点的数据 比如说该点的值 它的数据单位以及数据提示框内提示的信息 我们都可以通过格式化的一个动态函数来进行指定 在这里边呢 咱们上节讲的这个Demo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看 直到哪个点上 它说我给你看出来一个框 非常详细 这个框一下 我们在后续呢 先把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它可能会触发的一些事件 以及更详细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在这个框里边满足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需求 Legend就是这个图例 用不同颜色 形状 文字等标识 不同列数据 通过点击显示 可以隐藏或显示该列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北京和上海 就是两个Legend 比如我点击北京 就是让北京去隐藏 只剩下上海的图例 这样点的话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点开 非常方便的 它这旁边的这个数据都是自适应的 都是自适应的 都是自适应的 好 这也是Legend的Credits 这是图表的版权信息 显示在图表的右下方 拨换链机的文字 不论是HiChat的这个官网 这个就是鼠标滑动的这个区域 就是它的一个Credits 我们一般在这个线上上线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会把它去掉 还差此点好 Exporting Exporting倒是导出功能的按钮 我们需要引入这个 Exporting.js 这个增加图表导出为长线文件的这个功能 这个后续我会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Plotlines 就是标示线或者辅助线 可以在图表上增加一条标示线 比如说平均纸线 最高纸线等等 这个呢 Exporting也是有的 Land Bound 就是标示区域 可以在图表添加不同颜色的区域带 标示出明显的区域范围 这个可能在工作中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的重点就放在前八个上面 然后会跟大家一一的去介绍 顺便再跟大家提一下 在通常情况下 这个HighCharts和ECharts 它都包含这个标题 标标轴数据链数据提示光图例 安全信息等等 高级功能呢 它包括这个按钮 标示线 标示区域等等 这个是HighCharts和ECharts 都是一样的一个点 HighCharts也有 ECharts也有 所以呢 在HighCharts的后续的讲这些 基本的组成的时候 会在HighCharts里边 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但是在ECharts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我会跟大家略过 因为跟HighCharts都差不多嘛 然后会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ECharts一般不同 跟HighCharts的一些地方 所以呢 在下节课里呢 会跟大家具体的去介绍 这些HighCharts和ECharts的 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好 那这个就是 咱们这节课啊 基于这个 我们上节课 跟大家讲的这个HighCharts Demo的基础上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HighCharts或者说是ECharts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基本的一个组成 它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希望同学们在课后 能够多了解一下 这个它的一个基本组成 里边的一些属性 和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 比如PiTool啊 指标轴等等 这些基本组成的一些内容 具体的一个内容 具体的一个使用方法 咱们下节课呢 会跟大家具体的去介绍一下 简易的去介绍一下 这些具体属性 所包含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好 那本节课就跟大家简单的 介绍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能够好好地运行一下 这些属性的一些值 好 那本节课就跟大家讲 介绍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视频和收看 下节课再见